好了 講到香港疫情 我們請一位專家 跟我們仔細講講現在當前的形勢 還有什麼措施才適宜在這個時候考慮 為什麼旁邊請來呢 中大醫學院的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 跟我們一起談談 早晨 許樹昌 早晨 你好 不如先講講香港的形勢 現在整體已經突破了400宗 也有很多群組出現 你怎麼看我們現在的處境呢 現在都比較擔心的 因為自從3月2個禮拜開始 港人趕著回香港 在家居強制隔離檢疫的時候 也有7萬人到了 部份人真的可能將病毒帶了進去社區 所以近期看到除了有回來的人確診 社區也出現了一些群組 而部份群組要找那個源頭 也有一個難度 這個社會是怎樣下去呢 隨著有些新的措施 不是要在後的日子才有機會減低一些 還是可能這段 本地又會有些傳播鏈出現 怕不怕呢 當然入口的個案都要繼續去跟進 還有產生了一些群組 也盡可能要找那個源頭 你要找到源頭盡快把它隔離了入醫院 才可以放置在社區繼續散播 現在本地社區散播的情況 不是開始有些跡象出現嗎 有些都不明源頭 因為都 是的 是的 所以現在這個討論就是怎樣可以限制 在那些息事或者 酒吧那些人群聚集 就要想一些有效的措施 就是在這方面 嗯 好了我們今早都在說這個話題 特首 星期一提就禁走令的方向 有些行會成員就說 限制社交人數 限制聚會人數才是正確的方向 教授你又怎樣看呢 如果你說要截斷那個社區傳播鏈 那就有很多級可以考慮 剛才你也提過一個英國模式 就完全停了你 但是牽涉一個賠償 德國模式都是可以的 不過限制了你最多是兩個人 另外最近本地食肆都自己有兩個機構 都說不做晚事不做堂食 這個也是一個第三級的可行方法 那就真的要政府和這個業界 商討是哪個方案是最好的 當然如果你要最有效截斷那個 社區傳播鏈 英國模式那個就是最可行的 最有效的 但是政府提禁走的方向 又不是這幾種模式之下 是啊 如果那班是 當然了我都同意 酒吧是最高危的地方 剛才那位女士都說得很好 但是呢 就只是禁走呢 你都不可以防止人群 在那些酒吧食肆聚集的 它仍然都是有食物 都是一個聚集的問題 那所以你 反而你是要看一下那個環境 那些桌椅的擺設 如果你真的用它繼續營業 那那些桌椅要擺梭一些 還有那些座位呢 就真的盡可能要彈向 向一邊就不要面對面坐 是的 那所以你的判斷 是不是應該現在當前的疫情 在香港來說 都是 只是禁走這一級是不夠的 要再高一級一些 是 因為你主要目的 你都是防止人群聚集 要截斷那個社區傳播鏈 那只是禁走就未必是一定很有效 嗯 那所以 是不是可能都是限 之前提過聚會 或者出來一些聚集 四個人 那是不是這些方向 應該呢 我也很同意的 因為始終 政府會考慮那些業界的反應 還有意見 那如果是 你可能是限制人數 你可以跟德國模式 或者你兩個也好 你最多四個也好 但是那些座位擺設 就一定是要 最好要單向 不要面對面坐 還有也都可能 會不會考慮 限制那個時間呢 譬如最近那兩個機構 自己說 晚上是不做堂食 只是外賣 那這個都可以考慮的 嗯 但現在想這個方向 似乎又放回酒吧 放回之前 就是酒吧禁酒令 就說不讓它賣了 但現在這些討論 就似乎給它 坐梭一點 限制人數 都給回酒吧營運 這裏會不會又加上風險呢 還是應該禁酒令之上 再加剛才說 限制聚集才是對的呢 這個可以考慮 當然 你只是禁酒都未必足夠 阻止人群聚集的 所以你一定要想起 一些相關的措施 就是那個 一定要坐得很鬆動 就不可以面對面坐 還有那個時間 你也不可以給一個搶時間 他們聚會 會不會有一個 一個時限呢 就應該要收工了 嗯 所以禁酒令的方向 是應該放低不想 用這個限人數的方向想 還是在禁酒令之上 再加上去更適 你會覺得 我覺得限人數的措施 可能會比較重要 嗯 OK 但是回到喝酒那裏 如果將來給他繼續 但要坐開一點的話 風險其實都還在 之前衛生防護中心 都說關注過 因為大家可能都會脫下口罩 聊 長時間 大家喝酒可能興奮 再大聲一點 口水可能再噴遠一點 那這些風險 我們社會都要繼續負 是不是呢 這個酒吧絕對是高風險 所以如果你定了一個方案 你真的要找一些人去 真的要春茶 譬如你的桌子 真的要擺得很疏 不可以聚在一起 站在那裏 一起喝酒 聊天 你不可以坐到很迷 那你如果落實了一個方案 你是一定要找人去春茶 你肯定他是執行的 嗯 另外剛才葉介 有一個做法 他說深圳都是這樣 就是戴著口罩喝酒都行 攝脂飲筒下去喝就行 這樣做口罩的防禦病毒的能力 會不會受到影響 你怎麼看這些做法 這個絕對不是 我覺得不是很衛生的 因為你的面罩的表面是很髒的 你可能黏過很多菌或者病毒 你還要有個洞穿過去 這個就不衛生的 就不應該做 如果放進去 不是在面上過 在底下過 不應該的 都不應該的 風險在哪裏 跟我們解解 因為當你戴了一個外風口罩 一段時間 你經過人群的地方 其實它的表面已經是髒的 可能黏了一些飛沫 你肉眼看不到 你還要放一些東西 你要碰到那個口罩 你的手都污染了 然後又有五角熱 擦擦架 也可以受感染 OK 好 這個就講到我們香港裏面的措施 大家都關注到我們口岸的措施 做成怎樣 在內地就看到湖北 之前就已經解封了 除了武漢 武漢就去到4月8日的時候 都開始會放了 但是這批人理論上 其實現在都可以進來 做一個家居檢疫之後 其實香港未來的風險會是怎樣 你怎麼評估呢 口岸那裏 口岸那裏 內地的確診個案 近期事實上就是差不多很少 多數都是入口個案 湖北外圍城市相對的風險就低些 因為他們都 在武漢最高危 當然 外圍城市相對已經受控了一段時間 所以這幫人回到香港 他們是做一個家居檢疫 都要繼續做的 最好就是留一個呼吸道養本 胸後退役 穩陣一點 因為你都不排除 部分人可能沒有什麼病徵 但仍然可以帶病毒 因為現在都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內地的那個數字 剛才聽眾也提過 其實是怎樣理解的呢 因為見到其實內地的定義 見到1月28日發布那個監測方法 就是說如果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核酸檢測程陽性 但是沒有病徵 都不當是一個確診病例的 那這一種的定義 會不會在對我們控制口岸都容易有風險呢 可能某軍是原來有病毒 但都進來又不計確診 或者在國內還到處走 那些怕不怕 這個計法都是有些問題的 因為現在都有很多文件看到 就是就算沒有什麼病徵 或者沒有病徵 仍然帶病毒的話 都可以感染到其他人的 文件上已經有了報告 在美國這個醫學雜誌 有個20歲的武漢女士 去了安陽談親 那她就沒有病徵的 但是她感染了五個親戚 後來在她的鼻子的樣本 都找到那個病毒 是可以感染到人 另外一些個案 就是上海有個女士 去了德國開會 她輕微病徵 但是又感染了兩個德國同事 跟著德國同事 就感染了一個子女 即是有了第二代傳播 所以如果你的樣本找到陽性 沒有什麼病徵 或者輕微病徵 你不計算 那這個就很大問題 但是現在我們常常判斷 內地的疫情是怎樣 都很靠官方公佈的數字 但是同一方面 你又說到內地的計法又有些問題 那拼合起來 我們可不可以得出的結論 就是內地的疫情已經 舒緩到放心 還是其實都還有一定隱憂呢 都會有些隱憂的 因為大家計法不同 那現在去內地的省市 就開始陸續恢復正常 要回到工作 那我們要留意一下 內地有沒有一些 第二波的疫情出現 那如果是內地有一個隱憂的話 那我們口岸的管制工作 做得夠不夠呢 現在全球都是不讓進來 這個 但是有些地方相對風險 可能更低 可能沒有個案的 那理論上現在都不能來的 那內地剛才你說 在一個隱憂之下 我們都容許它來 而是做一個叫做 14日檢疫的這個 那夠不夠穩陣呢 要不要提升呢 你做14日檢疫 加上流氧本 這個方法都可行的 因為始終你如果真是大病毒 你都會在那些群組那裡找到的 即現行這個你覺得都已經夠穩陣了 暫時來說都是的 不過現在進來之後 香港那裡就 入境有一些有手帶那些 那現在就由於內地那些 據說是那些手機系統那些 又有些未必那麼容易 裝到那個 那個居安抗疫的程式 所以就是用一些叫它定時去到 分享一個實時的位置 這些你覺得怎樣 會不會有風險 夠不夠穩陣呢 我都聽到電視車政府官員 都是講一個技術上的問題 那這個都是一個折衷方法 那你至少肯定它是在家裡 做一個家居檢疫隔離 不過一件事他們應該做完 就是真的要留在一個呼吸道 讓它比較穩陣 現在留這個樣本 剛才你幾方面都提到 可以向這個方向想 現在我們做法是怎樣的 現在那些譬如接觸者 或者是一些高危地方回來的那些 它如果要做一個家居檢疫隔離 政府會提供一個樣本品 讓它留一個深厚退役的 這個深厚退役如果它是套得好 找到病毒的機會都很高 那現在你的想法是 可能每一個在內地來的都要留一個樣本 沒有病精神 我現在在講的是 剛剛在湖北外圍城市回來這一班 他們就似乎還沒有做這部分 那我覺得要留一個呼吸道 讓它是比較穩陣 不過這一刻多數都是我們包機 送回來的那班是香港人 那些人 是的 沒錯 那這一班是香港人 你覺得應該要做一個深厚退役 是因為他們在湖北都有一段時間 住了一段時間 雖然它是沒有武漢的風險那麼高 但是始終回來 你又要它做家居檢疫的話 你也是懷疑它還是可能有問題的 所以那個呼吸道 我覺得應該要做 但是同樣道理之下 如果是一個在內地又在湖北 因為解封之後可以離開了 用交通工具來到香港之後 那個14日檢疫那裡 有沒有包起來要它交這些樣本 還是直接去到一個處所 就有得它自己檢疫 現在的做法 解封之後的措施 我想政府要再談一下 看看怎樣做 暫時不知道他們的措施會是怎樣 但我就想請教你 你覺得應該怎樣做才會穩陣呢 就是隨著人 他們開始動得厲害了 開始流動得大了可以 第一看看內地有沒有第二波出現 那另外就是 始終都是要小心點 真的我都會有擔心 是可能部分人未必有病情 仍然帶病毒的 那如果你起碼你隨機抽樣 你都要做些 是留些樣本穩定的 這個做起來難不難的 成本高不高的 成本就不是說很高 不過是反而是衛生署 和醫管局 他每天做的數量是有限的 是的 那如果你的數量很大 就不可以每個人做的 所以是 可能真的要做隨機抽樣的情況之下做 嗯 現在我記得之前說過 每天可以做到千幾二千個 是不是就是 新樓退役都包在化驗裡面的 是的 沒錯 衛生署它一個星期 好像五六千左右 那麼醫管局 就每天可以做到 是八百至千多 嗯 嗯 但是很關鍵 就是那個人要懂得做這個 深喉退役 我看你之前也有這方面的研究 其實 這裡會不會那個誤差很大 就是交給當事人自己做這個的時候 他們應該會有一張 有一張小冊子 教他們怎樣套的 最好就是 就是 早上很適合醒 還沒刷牙 還沒朗口 就將積聚在鼻咽的液體 就向後鎖一鎖 鎖到喉嚨釘 然後就像吐口水 套下去那個陽本瓶 那個命中率就會高一些 找到病毒機會會高一些 但是如果你隨便應酬 吐口水 那就找不到那個病毒 我的意思就是 一般的 看完這個指示做的人 能不能夠做到 最理想的那個樣本 就是這個誤差率高不高 應該就不是很難的 特別是長者是厲害一點的 年輕的粉絲就不是很關套 OK 好 好 多謝你先生許雪昌 多謝你的意見 先和你談到這裡 許雪昌就是政府的專家組成員之一 也是中大醫學院呼吸系統科的講座教授 我們電視直播暫時來到這裡 九點鐘之後 香港電話第一台 千年代繼續講講香港的抗疫工作 歡迎你帶來繼續和我們一起談 我們再次 papers Нав了解 各位晚安 請收看